蟆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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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蟆蟆好漂亮啊 蟆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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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 看看我这个美丽的沙漠米粿 开的多么好啊 看肉肉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盆 我新组合的这盆 达摩基丘利 好看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养殖这个达摩基丘利的过程 从一开始养三寸盆 然后到现在这个整个大盆 还有组装造型 一次分享给大家 当初开始买达摩基丘利 是在阿伯那里买的 可是养了两年都养不好 它就是稀稀拉拉的 养不出这种整个满盆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当初是新手 可是也没有挂掉哦 它只是长不好而已 在我这边还度下了两次哦 后来掌握到诀窍 就开始把这个叶片摘下来叶敷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刚开始都敷不好 有的敷出来 但是养不带啊 但是目前这些你们看看 这些都是我从三寸盆养出来的 自己全部自己带大的哦 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最近新叶敷出来的 本来是满满满 但是因为天气开始变热了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 大概是只剩下三分之一哦 其实它一整年都可以叶敷 只是天气热的时候叶敷率就不好 而且不好带到哦 想要把它养个好 最好就是选择天气凉爽的时候叶敷 也就是在秋冬的时候叶敷是最好的 因为那时候天气凉爽 真的很好叶敷 而且成功率超高的哦 那为什么想要养大盆呢 因为我就是爱大盆肉 我喜欢这种满满满的感觉 可是我们台湾很少卖枕装的 而且就算有也是非常贵 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哦 哈哈好开心 好有成就感哦 前几天又去网路上逛 社团有在卖那个五寸方盆里面 就是装这个打磨鸡球里 没有像我这么满哦 可是他就要卖两百五十块 天哪 好贵呀 那因为我看了好想要好想要 于是就自己去找了一个这样子的杯子 然后自己把它打动 自己把自己种好的 打磨鸡球里 挖几根出来 你看这样主盆我自己就有一个好棒好棒的小主盆的 玩叶鸡球里 哈哈讲错了 打磨鸡球里 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这个人就是想要什么 就是自己动手DIY 想尽办法就是把它弄好就是了 哈哈 而且这样就是养肉的热趣哦 那这个达磨鸡球里其实还蛮好照顾的 它非常非常耐干旱 所以大概两个礼拜才浇一次水 然后呢 现在因为天气热了 所以它现在变得卡白卡白的 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温差大 它就整个是非常粉 粉嫩粉嘟嘟的 超漂亮超可爱的 我现在想要把它控的 就是叶片比较 再更短 更肥 更圆一点 那就慢慢的 慢慢慢慢加油 哈哈 那至于这个光照呢 一样 你一定要稳根 像我现在这样已经种植 稳根之后才可以照射直射光 它也是要照射直射光才会粉嫩粉嫩的 但是阳光太强的话 它就会变得卡白卡白哦 所以还没稳根之前都是要散射光 让它成长稳定之后 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拿出来晒太阳 我讲我讲的是直射光哦 然后它的抗病性非常好 我养它到现在两年多 它都没有生病过 真的是超级好照顾的啦 喜欢的话就动走DIY咯 那至于颗粒配土 我当然还是用百分之60到70之间的颗粒配土 因为要空型 如果你是要让它成长在50%的颗粒配土就行了 里面当然我加了很多很多的吃育土 还有我自己自制的有机肥一点点 肥料总是不能加太多 不然它也是会产生问题会烧根的 好了 今天这个美丽的Allen打磨及丘利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就动手DIY 这就是我的理念 不但可以省钱 而且还可以让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咯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咯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